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2年12月24号 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 开辟以赵金为中心的闪干边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一要务 而此时的红二十六军只有红二团一个团 两百来人百多条枪 实力还很弱小 这第一仗该怎么打 红二团第一仗选取了实力较弱的交平民团 但对方依据有力地形设下多个哨卡 防范森严 刘志丹提出了声东击西的作战主张 和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作战方案 25号下午 红二团背向交平行军 做出要去攻打马篮的样子 交平手笔果然上当 撤回哨卡 放松警惕 但实际上红二团只走了三十公里 就停下休整 随后趁夜色回尸交平 一举将敌全坚 交平一战充分展现了刘志丹的军事指挥艺术 兼敌六十多人脚枪六十多支 红二团首战告捷士气大阵 随即进入赵金地区 1933年1月上旬 红二团进入香山寺 开仓放梁 消灭赵金和寻意民团一部 活动范围扩大到赵金薛家寨一带 然而由于杜恒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挥 红二团夜袭妙弯失利 又遭国民党地方当局和民团联合围剿 损失不小 在魏北游击队的支援和刘志丹等人努力下 才终于力挽狂澜 1933年3月起 红二团东径同关南下三园 转战京阳巡逸兵县连战连结 至此装备简陋的红二之六军 近半年浴血奋战 付出巨大牺牲 以赵金为中心 横化要线 纯化巡逸 同关 宜军五线 顶盛西达2500平方公里的 闪干边革命根据地 逐步形成 未发一炮 却令敌人丧胆 百姓开言 刘志丹制造的大炮 有何选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讨论